然后三面刷金的这本圣经重七公斤 七公斤 李顺德中文名字由来 也是跟他的名字取了个谐音 就音森德 李顺德这样来的 哦 明文 那这边呢是我们第二位股东 德崔玲 他是长期担任饭店的董事长 民族界公布局的董事长 还是李鸿章的新副顾问 他和李鸿章的相识呢 是1876年在烟台签订中英条约的时候 当时李鸿章是清政府的权权代表 而德崔玲呢是烟台海关税务司 也是从那一年呢 他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转年呢就调到了天津 两个人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一个合作 这个人呢对天津的建树非常多啊 举两个例子 在1878年的时候 他呢创办了近代邮政 就是在我们饭店设计并发行了大龙邮票 大龙邮票是谁 是他设计并且发行了 是他发行了 对是我们饭店股东 所以在邮政博物馆那边呢 还有不少德崔玲的资料 而且像我们天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马路呢 就是天大南大门口的魏京路 最早也是叫德崔玲路 就是由他出资铺设的 也是变土道为碎石子道 所以我们这边呢 由李洪章资予他金海新冠的这个牌匾 包括清政府授予他的一品顶白花铃 一品顶白花铃 还能换套房子呢 真的 你要是有的话 穿一套房子 什么样子呀 大龙票 大龙票 大龙票就是你可以上网搜 能看到 换套房子 非常的稀缺 他呢有五个女儿 其中这一位就是他的大女婿 汉大根 德国军人 1879年的时候被清政府聘请来华呢 是冲任怀军教练 兼李洪章的副官 天津水师学堂成立之后呢 他又任水师学堂的教席 当时呢 黎元洪是他的学生 这边呢 他和他夫人结婚了蜜月 都是在天津处的 在1894年的时候呢 朝鲜发生了内乱 按照朝鲜政府的请求呢 清政府需要派军队协助稳定局势 但是日本呢 却借机寻衅 在封岛海面上 将我们的高升号击沉 当时呢 有一千多名官兵同时遇难 汉大根呢 当时也在这艘船上 善于水性的他呢 跳到海里 通知附近的军队前来救援 结果呢 真的救回了 112名清兵的性命 也是因为这件事 他再一次得到李鸿章的重用 包括这幅图呢 是后来在黄海海战爆发之后 他在定远号上 协助丁汝昌指挥作战 是帮助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洋人 所以这里呢 海维林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位外国股东 也是门口那把银钥匙的主人 他呢就是 从他的手里 1952年的时候 就是解放之后 将饭店移交给人民政府 全家人呢 就带了少数的生活费 移居到了新西兰 包括这本呢 是1946年 他亲自审签的一本老账册 我们看到这么厚 是当年半年的账本 可以说当时的生意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一楼 有一个酒吧 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坐厚 看这个老账本 老账本 这个展平呢 是叫百年风韵 展示了饭店保留下来的一些银制餐具 还有一些老的菜单 我们看到像这样的银制餐具呢 再错了大概有1800多件 而且每个上面都有 天森的字样在上面 当年特别定制的 然后这边呢 是当年这个浦仪和宛容 来饭店的时候用过的餐具 他们在天津六年期间呢 一开始住在张园 后来住在静园 但是利顺德呢 始终是他们一个 寻求享乐的首选之地 据史料记载 几乎隔天就会专门乘汽车过来 用汽餐啊 这个参加舞会啊 包括他们最喜欢吃的奶油栗子粉 现在也被我们开发出来了 作为我们的下午茶之一 然后这一张呢 当然这是个复制板啊 是这个我们饭店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张菜单 是1881年 李鸿章在我们饭店宴请夏威夷国王的一张菜单 1881年 对里面既有这个西餐的牛肉手指饼 也有中餐的素盒子啊 是中西合璧的 可以把它记下来回家按照这个做 是吧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孙中山先生啊 下榻饭店的时候用过的餐具 嗯 他将近40年的革命生涯呢 和天津有过三次交集 分别是1894年 1912年和1924年啊 其中1912年两次 1924年一次都住在了我们饭店 我们楼上呢 也保留了他的房间啊 叫翠亨北域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因为孙中山先生是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 因为我们这边是他北上选择的固定寓所啊 所以就称之为叫翠亨北域 这都是银制品 都是银制的 嗯 都是银化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放假花的那种 哦 小花瓶 我以为这是暖骨 然后这个吧 就是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李鸿章杂汇的由来 在1896年的时候呢 李鸿章出访欧美 在这个纽约华尔道夫饭店 宴请美国客人 由随行的中国厨师掌造 当时饭菜一上来之后呢 便一扫而空 客人呢 还迟迟没有要走的意思 但是这个厨师们都慌了手脚啊 可是李鸿章呢 集中生智 就说你把所有下饺料都汇在一起吧 不一会儿呢 就端上了一盆五颜六色的这个石锦大盆菜上来 客人一吃呢 就觉得非常好吃 就用英文问李鸿章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李鸿章当时可能没有听明白啊 就说了一个好吃好吃 但是跟这个杂烩的英文 这个好吃泡吃发音差不多啊 结果这道菜呢就出名了 转天呢也是各大报纸争相报道 那现在咱的李鸿章还有这道菜呢 有这道菜 就跟佛跳墙差不多 价格呢 什么价格 大概得八九百块钱 大盆菜 对对对 那来人可以 哦是个就把橘红色的那个盆的那个 对对对 我吃过那个 那你很有口福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点的一个他们 然后这个照片呢 就是还原了这个袁世凯 在一九零二年接管天津政权之后 在饭店宴请一百多名各国政要的一个情形 因为他在此之前呢 也在我们饭店宴请过俄国提督 因为饭菜受到主客的一致好评 所以我们饭店当时就是他专门宴请外宾的首选之地 包括旁边呢 在民国二三十年代历任的天津市市长 也是经常出入李顺德参加各种活动 比如说张自忠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候 任天津市市长就经常会出入李顺德 包括这边呢 是这个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在一八八四年的时候呢 他率领日本使团来到天津 就住在我们饭店 当时呢是和李鸿章商议朝鲜问题 也是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条约 就规定如果日后朝鲜有重大变乱的话 中日皆可出兵 这也是为十年后的甲午海战埋下了货根 没得好啊 新宇大师梅兰芳先生啊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六一年 每次来到天津演出都会住在我们这里 我们楼上呢也绑留着他的房间 因为他住的时间一长呢 跟我们老人公的关系也是非常好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就是他亲笔签名 送给我们老人公的照片 这个杨世慈当时在我们这边 是一位客房的服务员啊 专门服务于梅先生的 因为过去这个饭店不像现在似的 24小时开放 也许过去十点啊 十一点就关门了 但是我们服务员就专门有人去为他等门 而且呢他房间的衣柜啊 也是我们为他特别打造的 比一般房间的衣柜要大 就为了方便放他的戏服 往后下面我们看到这个 他的自传题舞台生活40年 也是他在饭店由他口书 由他秘书执笔完成的 书中呢也有很多章节提及到了 住在利顺德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对利顺德是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情形 这是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上的远处照 刚才说过梅兰芳明 是不是在经营远处 住在 住在 这是这名的 这不是吧 这是这名啊 是 对 是西门子的 看下会不会说太老了 然后这边呢 就是西方的一些时尚生活 最早也是在利顺德举行 比如说1929年 福伦社在我们饭店举办了时装CN大会 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选美 但是当时呢 并非是商业性质 而是一些有钱的名媛啊 格格们自制服装 拿到舞台上演示的一种时尚生活 包括当时就说这个观看大会 还是需要收门票的 两块钱一位 结果我们会后一结算呢 竟然挣了这个将近2600块钱 我发现当时场面是非常火爆的 这边呢 是36年我们饭店还举办过这个钢琴演奏会 包括这架钢琴 就是我们保留下来非常珍贵的一架钢琴了啊 这是1900年汉密尔敦牌的钢琴 这个呢 就是末代皇后宛容和赵四小姐当年弹奏过的 我们直接还调了一下音 现在还能出声音 据说它这个白色琴键的部分是象牙贴片的 然后黑色的部分呢是犀牛角贴片的啊 非常珍贵 看着那六生铁 这边呢就讲述了几个爱情故事 这边呢是这个蔡乐和小红仙 那个这个是吧 蔡乐将军和小红仙 蔡乐呢是这个湖南上洋人 出身贫寒 1898年的时候考入了长沙食物学堂 并且受教于老师梁启超啊 师生关系密切 在1911年呢 他被推举为这个云南都督 在南方各省都很有势力 1912年袁世凯当上了首人大总统之后 他为了防止地方势力扩张 就陆续将非嫡系的一些地方都督 调到北京加以笼络和监制 在1913年的时候 蔡乐呢就被调到了北京 袁世凯呢也是表面上对他为以重任 实则呢是没有了实权 在1915年5月的时候 这个袁世凯同日本人秘密签订了 卖国的21条 这也是深深的刺痛了蔡乐 他就觉得如果不把讨贼的责任 背在自己身上呢 中华民族国这个从此就完了 但是他和这个梁启超 讨员的武器不同 这个梁启超能写是靠笔 但是蔡乐呢是靠枪 他表面上带着小风仙来我们饭店私会 实际上呢就是让我们饭店秘密会老师梁启超商量 讨员护国的计划 我们楼上呢也保留了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房间啊 我们起名叫知音阁 因为这段故事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 被拍成了电影知音的那段 然后这边呢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就说张学良的副官呢和赵四小姐是邻居 他们之前见过一面 但是印象不是很深 后来呢因为张学良的小儿子啊 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吕其腰折了 他就非常痛心就来饭店散心 当时呢赵四小姐也在这 其实他们真正认识 并且产生爱情 就是在我们的跳舞的时候认识的 包括这张照片啊 是他24岁时过生日 在我们一楼有一个泰晤士厅举办的生日宴会 然后这张呢是1996年的时候 我们饭店员工拿着力顺德的这个大画册 去夏威夷看望他们 那会儿都已经吸着氧气90多岁了 所以他们两位对饭店的感情很深 因为是他们相爱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就是当时的一些 美国将领也是经常来这边 这边参加舞会 比如啊比较有名的像史蒂威 魏德麦艾里奇威 但是最有名的就是五星上将马希尔 因为当时美国兵营呢 离饭店非常近 就坐落在咱们现在这个广东路 马场道交口的地方 所以也是经常来这边用西餐啊 然后参加各种宴会 这个展厅呢是叫百年探秘啊 因为地下室早就有 而且设备非常完善 就这样发生了一些这样小的故事 我们就这样做了几幅画 比如说第一幅画呢 就是当时这个光绪皇帝 在临终之前下了一道必杀袁世凯的一道遗仗 他知道之后呢 也是求助了英国公使 求助了这个我们外国股东 并且化妆成为英国商人 在我们这里躲了一个多月 所以又逃过了一劫 包括这张是他后来 下野之后穿着苏衣 在河南老家养兵时的样子 这两幅画呢 说的是美国31任总统胡福 胡福1899年的时候 来到天津 他还不是总统 还是这个全球最大的采矿公司 英国莫林公司的一个工程师 但是他和他夫人杜蜜月 是在我们楼上现在388房间 住的时间一长呢 跟我们第二位股东德翠林 就成为了朋友 当时八国联金进攻天津的时候呢 沙俄先占领了开平煤矿 开平煤矿呢 督办一个叫张义的人 就来找到了德翠林 希望可以借助你英国人的势力 将沙俄击退 所以呢我们股东德翠林 就作为开平煤矿的代表 和胡福所在的英国莫林公司呢 就签订了一个托管协议 沙俄呢就真的退兵了 但是这个开平煤矿再也没有 从胡福的手里还给清正福 公司 ak��草的一个托管协议 耳 submer